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又不是开印刷厂的 我怎么手里会有书 而且你刚出的时候有一批样书吗 十本样书吗 那么少 作家十本样书 二十本样书了不定了 那五月份出的书 七月份对不起 七月份出的书 都半年了 这就是畅销书 畅销书它样书才买十本 我们这种学术书它要求我们买一百本 保底 六折 保底 很多老作家家里自己的著作堆了一大堆 都是样书了 但是我跟你说 我这两年也看出这世道 我看出点门道来 就是说 你要想坑谁 你就夸谁 你要想帮助他 你就骂他 你要想帮他 帮得更狠一点 最好给他收回下架 所以我的恩人是这些人 火了呀 那你不觉得因为这个反倒火了吗 我原来就还可以吧 不是 当然火了还有一个拐弯的逻辑 我看见有报道就讲了 说这个文学界翻译界 很多人认为 说这完全就是一个炒作事件 甚至说这个出版社收回下架 都是出版社雇用的 一个阴招 就是这样弄了之后 你以后说什么审议啊什么的 审议完了再卖 那不是这个卖的更好了吗 你看稍稍打断一下 第一呢 我是特别不喜欢阴谋论 就是以恶意度人 总觉得有个潜在的阴谋 这是这个人性的问题 因为我是觉得日子 怎么着都是过 你阴谋论过一辈子 跟你很阳光的过一辈子 都是一辈子 可能更阳光的过日子呢 心里会舒坦一点 第二个呢 咱就顺着阴谋论想 这件事 为什么我觉得没阴谋论 是因为我是 他们是给我的翻译费 一个字是十块钱 对 听说你为翻译界做的贡献啊 就是说 从来没有拿那么高的 就是说每千字上万元 恨得我 我说这呀赚大钱了 对对对 到后来我才发现 八千字 八千字呢 千字上万元 八万块了 那也不得了啊 你别着急啊 刨去税不到七万 然后我翻了三个月 您再除处 这是比我们这个论文啊 小说要高 但是这个最重要 我们平常写的最高的稿费 是一千字一千块 就一字一块 鲁迅那个时候 民国最高是一千字十块大洋 那个时候他写篇稿子 写几篇稿子买个一万 你这一千字一万块 我说咱们还是文人嘛 在这当会计呢 这就算钱呢 但是呢 这说明我只是拿了一笔固定的钱 跟之后的销量是完全没有任何 你没拿板税啊 没有板税 一分钱板税都没有 那么这签了一个很古怪的霸王合同 就算我送他们的礼了 而且呢 当时初是确认 大概呢 也差不多半年不到卖了五万册吧 实际上销量不算差 当然不是说红得一塌糊涂 但诗集五万册就还OK了 所以说你说炒作 为什么这时候忽然要炒作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炒 你为什么当初不选板税制呢 因为初软社不干 然后又觉得只是一个书商不干 然后又觉得不是一个大事 就给这个文学做点贡献 自己也练练比 文涛知道这个板税制跟搞废制 这个区别是决定性的 在我们现在讲很简单 要是你觉得能畅销你就拿板税 你觉得你一般畅销畅了不了 一下印那你就拿稿费 50年代中啊 取消了板税制 只拿稿费制 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转折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从50年代中 那个一长段到文革结束的作家没有板税了 换句话说你跟作者没关系了 卖多少跟你没关系了 你只要找编辑上面的领导审查机构 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我收到的这个情报 我的情报一向别不太准啊 恐怕是这出版社怂了 就是说这个有些因为泰格尔市集啊 毕竟还是什么高中语文的那个推荐的那个东西 小学 小学听说呢 很多这个有识之士啊 那就愤怒了 愤怒了之后呢 恐怕是出版社怂了 当然他也在前该挣着的也挣着了 对吧 所以就收回下价 就是所以这事啊 让我想起啊 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文学事件了 他聊成了一个传播事件 甚至是一个娱乐事件 这我就最近想到我们节目 也有这个处境 最近咱们这个个别强强三人节目啊 咱们一些老观众 也表示这个 看不懂了啊 这个呢 我也得这个讲讲 我觉得啊 有的时候啊 怎么说呢 我们请一个嘉宾来啊 不代表 就是表扬他 肯定他 更不代表就是说 非得把人家请来了 当众灭之而后快 这更不 那我就放心了 更不是我的本心 对吗 就我这高达上这么多年了 这根本我没有这个这种娱乐化的这个想法 对吧 就听说那天你接受南方周末那个采访 就把人家电话给摔了 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倒不是摔电话 而是那是一天晚上 我接记者电话说采访 我约了好几次 晚上就聊了吧 本来这事我就不想聊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就像你说的 从本身来讲没什么好聊的 我英文也不错 汉语也不错 然后我有点闲工夫 我翻了一个死去的七十年这么一老头 出版了一百年这么一本诗集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 我可以串插一下 就是说呢 我还 因为啊 我第一 我比人平生一本书都没出过 所以这中文也就卸了吧 英文 我更是把能把这个番茄汁叫成就死的人 所以我的无知使得我只能中立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问人 我打电话问了好几个 就是说我觉得有点见识的人 哎 我觉得有个老哥呢 他说的还认识你 嗯 他就说呢 他这么说吧 我的这个态度啊 就是说 这个冯唐翻译的这个飞鸟集啊 他说这个版本呢 我不会推荐给我的孩子 嗯 因为我对他的一些译法呀 呃 不能同意 不但是呢 我坚决誓死捍卫 他翻译发表和出版 以及不被下架召回的公民权利 哎 我觉得这个是个平衡之论 是 然后至于你怎么翻这些事呢 呃 说实话讲 呃 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 对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 为什么你的理论就是标准答案 我要跟着你走呢 所以说当时呃 接受这个记者问的时候呢 他问了 问到什么时候我就把电话要挂了呢 他就问了很多 比如说 你为什么这个英文词要翻成这个中文字 你这首诗为什么要要压这个运 呃 你这个中文词在你的语汇里是什么 呃 简单的说呢 我是不想在电话里跟一个我不认识的记者 讲怎么翻译诗这件事 这件事呢 不是在电话里能跟一个记者讲明白的 那你大黑板讲 就是你要声推越下门 声敲越下门 像这种字 你说文涛哪怕你 只有试用性讲得清楚 我怎么跟他讲呢 我怎么跟他讲呢 所以说 也就是说 就像贝多芬说 我给你敲一遍曲子 你没听懂 我只能再给你敲一遍曲子 你还没听懂 我只能含人眼泪再给你敲一遍 你还不听懂 我只能说滚 就把电话摔了 就把电话挂了 不是摔了 电话摔了 你手机很贵的 自己家的电话 自己家的电话 我看那报道说的是 摔了之后 你很快又给这个记者 把你考那个英文 是什么托福还是什么的 那叫什么试 像是托福呢 我当时是97年还是多少 就考了满分 考满分 你把你那个文准 我就搁在微博上 不是传真给的记者 没有传真给 谁还用传真 土不土 我以为是徐老师 搁到微博上 这什么呢 就有会人说 凭什么你翻译 我那意思说 凭什么我不能翻译 我英文不凭你差 这个你英文托福拿满分 并不能说明你翻译好 但至少是说明你英文基本过关 人家是标准化考试 我中文呢 我出了六本小说 三本杂文集 一个诗集 一个短篇小说集 说明我中文至少比一般水平要好 我两本文章我都懂 我自己还写点诗 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拿起笔翻译的权利 当然 这种自由 我刚才都赋予你了 对啊 我就 其实只说明这一个目的 单说你跟很多人讲逻辑吧 我觉得你还好 要跟太多人讲逻辑 发现又没逻辑 然后又没情怀 然后又没技术 又没本事 那怎么办 就扔到哪 那徐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你跟那个记者讨论的 他在问你的是你翻的好不好的问题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下架的问题 就是说谁有权利把一个卖出去的书 可以下这个下架的权利是出版社的呢 还是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呢 还是公安部门的呢 是什么部门决定一个书可以从很多的书店不准卖的 我的理解啊 因为我也不是法律专家 我的理解这是出版社的权利 那出版社他印了你的书 那是按照合同 那么他把卖出去的书 现在不卖了收回来 那他不是违反了他的合同了吗 他有赔偿的机制吗 你看刚才我是他收的我的是稿费 翻译稿费啊 也就是我收他的是翻译稿费 并没有说一定要印多少车呀 之后的事情都是他们的 意思说他给了你稿费 这个事情你就没权利的 这个书卖或者不卖 他印出来烧掉都是他的权利 对他或者当成扫纸 搁在厕所 这都他都他 徐老师你现在是不是缺钱用了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事情很重要 这个文学教授 咱不聊聊文学 这这么重要 这不单是文学的事情 这是一个社会公共秩序 就是说一个公共的阅读物 谁有权利把它下架 你的下架是政治批判的最新动态 我跟你说 中国的很多事 你不用问他 问我就知道 很多枪枪三人型节目 谁决定不播的 我呀 我决定不播的呀 权利好大哦 但是他的问题是 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但我这心里有谁呀 他人出版社收回的嘛 对吧 所以我就说 有的时候咱们请一个人来 不代表表扬他 对吧 也不代表这个就是 要灭了人家 发过几句 他是为了呈现 大家要学会 有时候人家就是 我最近爱听一歌叫什么 我静静的看着你 或者不管是静静 静静的看着你 牛的好 静静的看着你 他有一种呈现 所以我觉得广告之后 咱不如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拿出来冯老师一些翻译 这个咱们具体的呈现一下 这叫美临大事有静气 哎呦 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咱们谈一下 这个严肃的文学 你为什么要把泰格尔 翻译的那么骚 是因为你骚吗 首先呢 是这样的 我理解的泰格尔 就是这么骚 呈现这种气质 第二呢 骚呢 你不用那种淫晦的眼光 看这个字 你不要讲成骚 我说的是骚 骚啊 骚 骚不骚 骚啊 骚的骚啊 好像还不是带生殖器的那种骚 什么说呢 那骚有各种骚 你说 对吧 你妈有时候也会说你骚 对吧 我妈从来没说过 你妈这么说你是吗 她妈对她很了解 整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她妈 所以说啊 这个骚的定义呢 有很多 呃 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多欺骗性 多重含义的这么一种人造物 不是我我我替你说两句吧 我我就觉得啊 这个事闹得很诡异 为什么呢 就是我 我觉得甭管炒作不炒作 甭管是是是是牛叉还是不牛叉吧 就说所有的一切啊 哎 你比如活到我这个岁数 我觉得这几十年 我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是是特怂 有的人是特牛 但是我最后发现啊 这都不重要 嗯 二十年之后 就是这个作品在这 作品说话 时间说话 对对 就是这个 所以说我就说呢 你你具体你还得拿拿出来看 你问他就会为什么 你看咱们可以出一首啊 咱们出一首 你看这是最有名的 其实就是说我为什么说 我说了半天 大家老我就看见这三首老的 他其实这个诗有几百首的 三百二十六首 对啊 那为什么就老说这三首 你看啊 你为什么只看见裤裆 哎 就是啊 为什么只看见 我没看见裤裆 我看见舌头了 哎 你看啊 这首诗呢 我反正文学界翻译界 我比较多的意见 我看到的是 大家觉得这个里边啊 郑振夺翻译的 他们认为好 嗯 比如说浩瀚的面具 那个英文那个词啊 怎么读来 这逢他读读 Mask Mask Mask是面具吗 还是苦当啊 你看啊 你这么直接问呢 就不是我们诗人的这种语境 是我们骚人的语境 如果你要用这个Google的翻译机 对 他一定不会翻成像我的诗 一定可能更偏 偏向于邓振夺的诗 嗯 因为就是所谓叫word by word translation 就是一字 逐字逐句的翻译 这所谓的直译 谈说讲 你比如说刚才 如果再换那个屏幕 你看浩瀚的面具 谈说讲 这是中国话吗 什么叫浩瀚的面具 那浩瀚的裤裆的那一 没有没有裤裆 没有浩瀚的裤裆 没有浩瀚裤裆 你打出这个 解开裤裆 你看他实际上 我理会的泰格尔这首诗的意思呢 他是把世界跟一个人的关系 拟成情人的关系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世界怎么看待你 你怎么去带着好奇心 探索这个世界 那有人就问了 难道你对情人的理解 是下半身的情人吗 不是 他是这样的 世界如果是表面的 其实你穿上衣服的挺好 嗯 戴不戴面具都挺好 如果真的你想 深入到世界的深处 那不好意思 我觉得最有利的 打开面具的方式 你就是解开裤裆 哦 你看 作为一个复刻太夫 你不解开裤裆 我怎么看你呢 对 但是泰格尔是复刻的吗 这是我的教育背景 所以学养所 对对对 所以说人家也有人说 说这个东西啊 要看冯唐时选 可以看这个 对吧 但是呢 他是不是泰格尔 不是 师无打鼓啊 这个这个一直就讲 这个事啊 我觉得是一个 从来说不清楚的一个账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讲完啊 你再看下一个 我我我我 我列举了几个 不全是他的 所以你看咱们多高大上 我就跟你说 哎 这个冯唐为了押韵 这个连这个死挺你的李银河 也有微词 就说你是个押韵控 他就比如说 这个郑振夺翻译的 就是我是死 是你的母亲 我就要给你新的生命 咱们这个冯老师 议的呢 是我是死啊 我是你妈 我会给你新生的 哎 我听这真是 网络用的 你看哈 这为什么 咱先把押韵这个词 押韵这件事 咱待会可以再谈 就针对刚才那首诗 你看 他不是简简单单的 为了押韵 为了显得萌 而这么说 你好好看看英文 读一下 我还没听你读过的 我是传柳味的英文 没错 我是通舟的 我是 The night kisses the fading day whispering to his ear I'm deaf Your mother I'm to give you fresh birth 你看哈 注意啊 我稍稍讲讲 实际上如果 你看他里边的英文里边 是有节奏感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韵的 Death Birth 而且是 Whispering Fading Day 实际上它是有一种 泥泥南南的 慢慢细声细语的 如果英中文翻成原来正义 我是死 我是你母亲 我就要给你新的生命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种语境 你看下边这个哈 白日将近 夜晚泥南 我是死啊 我是你妈 我会给你新生的 我会给你新生不就完了吗 要那个答改是吧 再往上 再往上 它押韵嘛 是吧 其实你前面 我是死啊 Fresh birth 我是我是死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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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死 因为你那死那块 有这个啊 实际上下边 所以我家里有这个 达 两个语音词 有护照关系 嘿 为什么要加这语音词 因为我能在英文里边 体会到 实际上是一种 泥南的 whispered 飞丁带 慢慢想上 就是至少说 这也是他用心 琢磨过的 用心琢磨过的 只不过咱看上去 好像泰克尔成了 这个网络小鲜肉的感觉 答这个 还不是一个 普用的 但是 你再看下边啊 我就说这个 所以咱们要当个文学实践呢 就可以增进咱们 对研究 对翻译这件事 也有些这个诗人圈里的人 他们列举啊 就是说诗啊 翻译英文诗 你不可能原样译 你看这也是个例子 就有人说 这是艾略特的一个诗啊 前面是英文 你看那个 wimper吧 我不会读啊 wimper wimper 是抽气的意思啊 他们说这个赵罗蕊的翻译呢 就是 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 不是砰的一声 而是一声抽气 但是诗人觉得这样翻译啊 没有诗味了 固然是直译了 对吧 但是他们好像更有一个 叫赵瑟的诗人啊 他更倾向于 邱小龙的翻译 就是说 世界就是这样告终 不是砰的一响 而是虚的一声 但是他觉得这个 好像更像诗 可是很抱歉 你看 要不说这个人 连接受者啊 态度也不同 你看我个人啊 我就更 在这种情况下 我更愿意啊 接受赵罗蕊的 为什么 就是说 你哪怕没翻译出诗味啊 因为虚的 如果他原来埃列特说的是抽气一声的话 我更希望知道 这个哪怕你执意 让我自己去猜测 去想象他那个诗味 也好过呢 虚的一声有很多别的意思 对 你虚的一声 可能叫你安静 是 对不对 我就是 不是在哭泣的 当然就是我个人的观感 你再看下边啊 这个呢 我就就是 冯唐说的一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是这个 有一个诗啊 他也发现 据说是冯唐发现的郑振夺翻译的里边 唯一一个他认为有错误的 就是这个大错误啊 manman是个群 是个这个这个叫做富数吧 man are the cruel but man is kind 这郑振夺翻译是毒夫 毒夫们是凶暴的 但人民是善良的 然后哎 冯唐那个意思就觉得 这个man他好像不应该翻成毒夫 就他没有任何地方能提示 这是毒夫 哎 这man就是指人类 人类 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毒夫 对 毒夫是怎么出来的 对 我是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他的翻译宁愿就说 哎 这个诗 这个可以引起我们联想 才理解 泰格尔的哲理诗 这个意味 这man呢 至少可以有一种理解 群众啊 是 有的时候咱们说一个独裁者残暴 但是其实你想文革 是群众 文革的时候 那可是成千上万的群众 杀群众 群众 斗群众啊 就所谓的庸众 对这个 这个他是残暴的了 就是讲男人 但是man can 就是人 人类 反而他这个man 这翻译成男 你可以翻译成一个男人 但是他最后翻译成的是人性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如果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一个人是善良的 但是凑到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会变成一个群体的凶暴 所以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大规模的杀戏 大规模的毁佛 破坏 其实往往是不是个体的 往往是一个臃众 变得非常残酷 而当看一个人 他往往有天性未明的善良 实际上我体会 泰哥可能想说这层哲理 但是因为独夫 我是实在看不出来 怎么是独夫 无论是单数的man 还是那个富士的man 我觉得这些讨论的 是好的事情 因为文学现在这么边缘化 大家都不看 因为冯唐现在就热闹一阵 很多人就找诗歌 泰哥也没人看了 对不对 上次谈诗 很多很多文学 对对都没人看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 吸引大众的事件 是好事情 对他自己来说 也是好事情 虽然暂时下下架 你看你现在在网上 写写字也能卖钱了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这个下架 但是下架这个事情 是个坏事情 但是这问题呢 就说这个泰格尔的故乡人民 也恼了 对对 本来说呢 这个冯唐兄要去参加 这个泰格尔在那边 跟一个当地的汉学家 汉学家 尼赫鲁大学的汉学家 来探讨泰格尔和翻译 结果印度人民现在表示要勒死你 所以也不敢请你去了 是吗 它是这样的 因为最开始的印度的反应呢 是来自于 Copy Paste 也就是说 拷贝复制 国内的有些 英文的报道 极其有限的几条 China Daily啊等等这样的 然后呢 就自己也没有采访过我 也没有了解这件事怎么回事 放到印度媒体上 放到Facebook上 但是你说 哪国呢 都会有一些键盘侠 键盘侠是啥呢 看着自己一个标题 觉得不满 说比如说这个 东文涛又酒驾了 是吧 给他嚼死 嗯 就这样子 有那么两三个人 蔡哥尔掏出裤裆 就这样的标题 然后标题 国王就说 这个把冯唐嚼死 马上就执行 这么这种 后来其实 像India Today 像这个Hindustan Times 还真是派了两个记者 驻北京的记者 我们就聊了 每个人差不多聊了 一个多小时吧 也有几份深度报道出来 可这个可能是之后的事 就是最近前两礼拜的事 这个 长远来说 他促进中英人民友谊 他以后要做使者呢 不会吧 以后我估计你不敢去 人家那边正在号召 要重诚强奸犯 不是 他这个 我就觉得 就是说过去有人说 就叫我住六经 还是六经住我的一个问题 好有学问 对吧 有的时候是说 你住是一个东西 到最后呢 是为了诠释你 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 其实呢 这是有几个层次 一个层次呢 就是有我的文章 还是无我的文章 但其实你在第二个层次来讲 这本身是个伪命题 就是任何文章 任何翻译 只要是这个人去写的 一定是这个人的 我无非是个人的风格强烈一点 对 但是一般认为呢 无我是另外一个竞技 你的几首诗 其中几首诗 强烈的突破了 一般人的一个心理的界线 是的 是吧 其实就是 而且我还可以看看 我我甚至还有一个90后的小朋友啊 我就问他这个事 你看他说的 不是骂你的啊 他但是他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他说这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 这个这个 大家能不能接受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 以一种世俗的浮夸的方式 染指文学 就说冯唐啊 他很大程度上 是他的商业光环让书热销而非其文学功底 我觉得这个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冲突的 说我们能接受穷书生一举成名 但很难觉得一个商人写的东西是雅的 他觉得大家潜意识里接受不了一个自恋的爱得瑟的成功人士 也来玩文学 穿着马甲的 穿着马甲